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健身入门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晨跑小故事 追逐日出的脚步 二 健身房的初恋 第一次举重的心动 三 跨完人生 跳跃障碍的健身智慧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晨跑小故事 追逐日出的脚步 好的 让我们以一种轻松诙谐的方式 来探讨这个主题 晨跑小故事 追逐日出的脚步 想象一下 这是一个清晨 太阳还在懒洋洋的 躺在地平线的床上 不愿意起床 而在这个时候 有一群勇敢的灵魂 他们是现代都市中的勇士 决定挑战自己 追逐那出生的太阳 他们就是晨跑者 这些晨跑者 他们有的是为了健康 有的是为了减肥 有的可能只是为了 在社交媒体上 晒出一张美美的日出照片 不管出发点是什么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在太阳公共打哈欠之前 迎接那第一缕阳光 故事开始于一个名叫 早起的虫儿的晨跑者 他的闹钟 在天还是一片漆黑时就响了 这个时间点 连夜猫子都还没想着要回潮 虫儿先生揉揉眼睛 穿上运动装备 开始了他的晨跑之旅 他跑过静悄悄的街道 只有偶尔一两辆 提早出门的面包车 和他擦肩而过 他跑过公园 那里的老人们 已经开始他们的太极拳 仿佛在用慢动作迎接日出 他跑过河边 水面上的雾气 像是一层青纱 等待着太阳的吻来唤醒 就在虫儿先生以为 自己会是 第一个迎接日出的人时 他发现不远处有一个身影 那是另一个晨跑者 名叫追风少女 他的步伐轻盈 仿佛每一步都在和威风做游戏 虫儿先生不禁加快了脚步 他不想输给追风少女 他们就这样 一个追一个 像是在玩桌迷藏 只不过他们追逐的不是彼此 而是那即将升起的太阳 最终 当他们到达了一个小山丘的顶端 太阳也露出了他羞涩的笑脸 将金色的光芒洒向大地 虫儿先生和追风少女相视一笑 他们知道 他们赢了 他们不仅追上了日出 也追上了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充满希望和可能性的新一天 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 不管是追逐日出 还是生活中的其他目标 关键在于坚持和努力 每个清晨 当你决定迈出床边的那一步 你就已经在追逐你的日出了 而且 谁知道呢 也许在这个过程中 你还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伙伴 一起分享那些美好的晨光时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健身房的初恋 第一次举重的心动 哦 健身房的初恋 那是一段甜蜜 而又充满挑战的记忆 就像历史上的第一次探险 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 第一次触摸到画布 第一次举重的心动 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它标志着力量 与美帝新篇章的开启 想象一下 你走进健身房 那是一个充满了 铁与汗水的神圣殿堂 你的目光四处游移 最终定格在那些 闪闪发光的哑铃和杠铃上 你的心跳加速 就像是中世纪的骑士 第一次见到他的心上人 既紧张又兴奋 你小心翼翼地走向那些器械 就像是一位考古学家 发现了未知的文明遗迹 你伸出手 触摸冰冷的金属 那是一种全新的感觉 就像是触电一般 让你的每一根神经 都充满了期待 然后 就在你准备开始的那一刻 你意识到 自己并不知道如何正确地 举起这些重量 这时 你可能会遇到一位健身教练 他就像是古代的导师 会给你提供智慧和指导 他会告诉你 举重不仅仅是肌肉的运动 更是一种艺术 需要技巧 耐心和毅力 你开始了第一组练习 重量并不重 但对你来说 却像是举起了整个世界 你的肌肉开始抗议 就像是罗马帝国末期的叛乱 但你坚持下来了 每一次抬起 每一次放下 都像是在书写自己的史诗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开始适应这种新的挑战 你的肌肉变得更加结实 就像是经过锻炼的中世纪铠甲 你开始享受 这种成长的感觉 就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 完成了他的杰作 最终 当你完成了第一次举重的全部练习 你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这不仅仅是因为你的肌肉感到酸痛 更是因为你克服了自己的恐惧 迈出了变得更强大的第一步 所以健身房的初恋 第一次举重的心动 它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体育活动 它是一次心灵和身体的旅程 是对自我的探索和超越 就像历史上的每一次伟大探险 它充满了未知和挑战 但最终带来的是成长和满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跨栏人生 跳跃障碍的健身智慧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诙谐的方式 来探讨我们如何在健身和人生中跨越障碍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跨栏运动员 这些勇敢的灵魂 他们的生活就是一连串的障碍 每一个都需要以优雅和力量跳过 他们的训练 简直就是对抗重力的史诗般挑战 想象一下 如果你每天上班都得跳过一系列的栏杆 那会是怎样的体验 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很酷 但很快你就会开始思考 是否可以找到一条没有栏杆的路 现在 让我们把这个概念应用到健身和人生中 在健身房里 我们面对的障碍可能是一组又一组的举重训练 或者是那台看起来像折磨装置的椭圆机 我们跳跃这些障碍 不是因为我们喜欢痛苦 好吧 也许有一点点 而是因为我们知道 每一次跳跃都让我们更接近我们的目标 而在人生中 障碍可能是工作上的挑战 人际关系的困境 或者是追求梦想的艰辛 我们如何跳过这些障碍 首先 我们需要像跨栏运动员一样 对我们的目标有清晰的视野 如果你不知道跑道的尽头是什么 那你跳过这些栏杆 又有什么意义呢 接着 我们需要练习 就像跨栏运动员不可能在没有训练的情况下赢得比赛 我们也需要通过不断的努力和练习来克服生活中的障碍 这可能意味着学习新技能 建立新习惯 或者只是坚持不懈的朝着目标前进 最后 我们需要保持幽默感 在跨栏比赛中摔倒可能会很尴尬 但是能够站起来拍拍灰尘 然后继续前进的运动员 才是真正的冠军 同样的 在生活中跌倒时 如果我们能够效对挫折 并从中学习 那么我们就已经赢得了一半的胜利 所以 无论你是在健身房里挑战自己的极限 还是在生活中努力克服难关 记住 跨栏不仅仅是一项运动 它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每一个障碍都是一个机会 每一次跳跃都是一次成长 而当你成功地跳过了最后一个栏杆时 别忘了回头看看你跳过的那些障碍 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微笑 因为你已经完成了一场精彩的跨栏人生 总结来说 晨跑 举重和跨栏运动 都是健身的一种方式 但它们也代表了 我们在生活中跨越障碍的智慧 无论是追逐日出 挑战自己的极限 还是跳跃生活中的困难 关键在于坚持 努力和保持幽默感 这些活动 不仅仅是为了健康和美丽 更是一种对自我的探索和超越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喜欢哪种健身方式 你们如何跨越生活中的障碍 让我们一起探讨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